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骗子 演绎出了怎样的返乡归途 抓骗子 法制编辑部即将播出 返乡归途 关注农民与法 这里是法制编辑部 大家好 我是按理讲述人王鑫 马年的春节就要到了 在外辛苦工作了一年的农民朋友 这个时候都纷纷踏上了返乡的路 准备回家和亲人团聚 满春海和孙秀芳夫妇 也在这个返乡大潮中 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他们返乡的路上 给你缝两个兜 这边一个 这边两万五 这边两万 这边两万三百三年钱呢 这年我们是怎么过呀 才不弄什么卡王的一料 才不放他这么汇款的钱呢 往天画日 朗朗乾坤 有几个看不见 这用他抢的胆 干嘛不抢银行去啊 看我好看 乖Allah 没什么好厉害 我乖乖 你怎么收割 乖乖乖乖乖乖 Allah 你跑来干啥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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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万块已经没有了,这年我们怎么过呀? 要不我当你去银行办张卡,把钱都放在卡了,这样安全,可不许戴在身上啊,年关年关,关键是这个关子啊。 要啥?真把谁给要回来了,还挺能拽词。 还说人家能拽词,我看谁都没有你会拽词。 年轻的时候,不是写诗歌,就是写小说,就发表了一斗不快,原来叫满春水,崇拜叫孩子的诗人,连名字都改了,改什么叫满春海? 把我牵到手,原指望你,当个诗人,跟着你想轻福呢,到头来,还不是跟你出来,大阳公,受阳罪,个大屁线。 谁叫你耍不辣机的? 给我吧。 回家的感觉真好。 你轻轻软软软软,重了您吧? 轻软软软,一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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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ゆのひでは大人员マンジェ common。 真是大人员って人员気中的。 真是大人员 下面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 这是我的师傅 这次咱们在T州的行动 就一天 配合 一个团队 要的就是配合 这次呢 我设计了一招 就一招 够用 我 小透 小五让我来找师傅 再切磋切磋那几句台词 他怕我 刚出道配合不好 咱们大伙的事 我跟你说 小五啊 还是怕师傅晚上寂寞 所以你将来 都算哪些就配合 那师傅以后科丽对案好 你说 很近啊 咱们先一会儿行吧 这一路 睡也没睡好 睡也没睡好 累死我了 走不动啊 梦一样的就到家门口了 不着急了 反正到杜向的大客车多的是 咋的 咋的 咱商务也到家了 嘿嘿嘿嘿 哎 一扶呀 咱俩打辆出租车 这可以耐 你以为咱俩的钱是大风花来的 这大客车一辆接一辆的 你以为咱俩的钱是大风花来的 这大客车一辆接一辆的 叫我啊 叫啥东西没 钱包 钱包丢了 老哥 这就是我的钱包 哎呦 您看我这大一劲啊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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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不谢不谢不谢 那谢啥 您这是 打工 回家过年 哦 家在哪啊 豆仙人 万福镇 向阳村的 哦 向阳村的 对对对 太巧了 来来来 您坐 我跟您讲啊 老哥 我也是咱们豆仙人 我是咱们豆仙人民医院的 这不是吧 今天单位啊 开车过来办点事 您这是要坐长途车回去 对是啊 哎呦 这现在这春运期间 这车可不好坐 就是呢 哎 要不然这样吧 反正我们单位车 一会儿也回去 您干脆 也别问客运站折腾了 就坐我们单位车 回去不就行了 我到时候啊 让我们司机 给您送到家 哎呦 那那那 那是合适吗 瞧您说的 老哥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合适 合适 好人没白错 所以回来 你不用看那个 嗯 这样 那也得摁 摁着过瘾 呵呵呵 哎 小伙伴 有八十元 一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一二十元 一二十元 一九六十元 小伙伴 一二十元 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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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去打工 确实是不容易 要不这样 如果您要愿意 国安节以后 您就上我们医院 做锅炉工 月工资 两千 行吗 愿意 愿意 要是真那样 我就不用舍家撇地的往外奔了 那您出去打工 老嫂子跟您出去 还干点什么吗 在工地上做做饭 您会做饭呀 会 那要不就这样吧 老嫂子 到时候您也跟老哥 一块到我们单位 就在我们时常干 月工资 比老哥少点 一千 您看行吗 一千 行 不少了 院长 车票买到了 是后天的卧铺 明天没有车 连坐票都没有 来 来 行 那是院长 行 后天走就后天走吧 正好医院里头有些事 我还要安排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我这走了心里也不踏实 就是院长 你总得在火车上勾着俗优 爸妈妈 爸妈妈 你也发回家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走了走了走了 没有没有 去去去去去 老哥别开 大正是骗钱的 走了走了走了 谢谢 谢谢 就当是真的吧 万一要是真的 老哥 您的心仰可太好了 小五啊 过完春节以后 老哥跟老嫂子就去咱们医院工作 老哥做波罗工 老嫂子去吃茶 刚才我的钱包掉了 就是老哥帮我捡起来的 他说话肯定有算数 他是县医院的一把院长 咱们遇到贵人了 老哥 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才是我的贵人 您是贵人 您是贵人 下火车了 在P州火车站广场呢 我就知道你垫着你那一万五 放心吧 一切顺利 这臭小子 其实心里边是惦记这个 嗯 哥 呦 李院长 你这干嘛呢 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时候 牛肋鞋神最活跃了 刀铺动了 你腿上的伤怎么样 嘿 没问题啊 杠杠的 这抓贼啊 什么名没有 这小高啊 是咱们警戒的精英 亲年在咱们县城抓捕对犯 最常挨了一条 是我给动了手术 烈娘啊 心不足的道 哎 小高 哎 你们这执行任务得穿便衣啊 你瞅你这个 嘿 便衣啊 多了 我们啊 是明的暗的一起来 这个明的呢 起到威慑作用 好让咱老百姓安心 嗯 嗯 丑着你们亲 有亲 确实 嘿 练长 我那边还有任务 再聊啊 好 我忙你的 我们老百姓的安危 可就都靠你们了 好嘞 我接个电话 喂 哎 小赵 现在什么情况 咱们车带扎了 我正在这补胎呢 那出那呢 咱去取钱去了 我说陪他去 他自个儿又长 那这样吧 小赵 一补完胎以后啊 直接去医药公司 咱们就在那集合 好吧 我和小五呢 马上打出租车过去 老哥 老嫂子 那先给我们去医药公司吧 你们人那么多 车坐不下吧 我们还是坐大可车回家吧 哎呀 老哥 您是不是认为我开一小车来啊 啊 我们这次来啊 就是专门为了进一批药品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中八过来 没事 谁成想啊 这车啊 半道车胎被扎了 这不正在煮胎吗 所以我这一寻思啊 干脆 咱们四个人打一个出租车 直接去医药公司 到那儿啊 跟他们聚情 就回去了 好不好 好 小五啊 帮他老哥 把东西拿上 去打一车 来 来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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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不少过路的时候 我们干啥呀 对呀 我们干什么呀 老闆大哥 您是不是就怕上一个季节班 实话告诉您 您们有的是活干 也像夏天 适能适能花草 做园丁考虑化 你看看 你们这活干得完吗 是 李院长 货都提出来了 就差付款了 这出纳怎么搞的 怎么去银行取额 可能这么长时间 这个时候银行取钱的肯定多 估计是排着队呢 老吴 你给初纳打个电话 问问他怎么样了 实在不行 你就打一出租 去银行接一下他 小赵 是 脑子挂得进水了 怎么能让初纳一个人 去银行取款 小寇 什么情况 不是公安局公安的 不是出银行打 我的一带我 我的手上那个人 一把把我的包装抢过去了 你6月就没有了呀 这怎么办呢 小赵这个笨蛋 也是 怎么能让初纳一个人去取款呢 这是怕什么事就来什么事 那咱现在怎么办 要不 咱几个先凑凑 先给点 差点钱明天给送来 人家买卖正好着呢 人家根本不能赦账 净说我凑几个钱 能凑几个钱啊 来之前谁会想到出这种事 这小赵出那儿都有责任 不管公安局能不能把钱追回来 这回回去 都得严肃处理他们呀 那那都后话了 咱咱现在怎么办 老叔 您能帮忙吗 回到县医院 立马就把钱还给你 小胡 别再麻烦老哥了 大不了把货退回去 明天咱们再来一趟吧 我能帮上忙 能 老哥 这这不合适 相互帮助 小王 货款是多少 五万八 我身上 真好 老哥 咱也别五万八 我就朝您借六万 回到县医院 我马上就还给您 是因为 我再多给您加一千块钱 就算是忙忙费 不用不用 到县医院就还给我们 我们还只要这个钱过年呢 谢谢老师 你心想就真别人那么大 远纳 那一千块钱呀 我不要 老哥 这事就这么定 好吧 反乡路上 不一样的遭遇 春节归途 不一样的感动 他被别难过 等我们消息 老年 警方 骗子 演绎出了怎样的返乡归途 抓骗子 把这冰激部正在播出 反乡归途 六万块钱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老哥 我就不说谢了 以后啊 咱们事儿上见 小伙 小伙 哎 您把货款交了去 哎 好嘞 等那俩冤家回来 装货回去 好嘞 这院长 真是天有无测风云啊 您说 我穿上这么个手下 心里就多闹心啊 你们那手下也不易 眼看着过春节了 以后对他们处理 你别下手太狠了 老哥呀 您的心眼真是太狠了 哎 老哥 我去趟卫生间 顺便呢 跟他们警卫打个招呼 您跟老嫂子 帮我看一下货 好吗 哎 行行行 哎 我去这就了 咱不帮人家 人家怎么帮咱 那么小心 咱那么小心 人家还愿意帮咱呀 再怎么警惕 也不能把全身的蛤蟆 都当成了眼镜 把谁都看成这几利人 那怎么往外创 那可感动不了呀 反正 我就认死理 钱装在自己身上 还是钱 瞧你说的 当初咱们在外头打工 那钱不都先在别人手里 要不 要不 我也先去趟厕所 看他们在眼睛晃 心里能踏实点 我们这儿 请问你们这儿厕所在哪儿呢 我们这儿厕所不在外 李院长 李院长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经理 他说宋县人民医院的李院长 宋县人民医院的院长 姓林不姓李 这个人我还认识呢 对啊 他刚才在你这儿 姓林一直要钱 我们听说这件事 小李你去看看什么活事 好 你们后门在哪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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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紧张军费的 六万块啊 六万块啊 赶快报警啊 过10 千万块了 六万块也 六万块也没有了 这年我们怎么过呀 别拿过了 老乡 来 看一看 骗子中有没有这三个人 你有 都有 就是他 不光他们三个 还有 安排二位老乡 老夫妻里面休息 您二位别难过了 等我们消息吧 我们下水打电刚才能赶住 我们下水打电梯 好 启动 老乡 本的 做出 向库 好 要确保跟踪目标不定是 不敢轻轻妄动 务必是所有的 他和中年都进入室 这是你的眼睛吗 哎哟 哎哟 谢谢你老哥 哎呀 别客气 举手指导 坐着 您坐 这眼睛啊不行了 没有眼睛 什么都可以 哎呀都是这样 上了年纪都是这样 您说吧 您这是上哪啊 我到西州 去西州 哎对对 厉长 哟 小高啊 您是上哪呢 哎 我呀刚出差了 这不是嘛 等单位车接我了 谁生想啊 这车胎半道给扎了 哎 你说这事儿 不过啊 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一会儿就到 你这是干嘛呢 执勤嘛 哦 厉长 我那名字有点事儿 您先忙着 好了 一路顺风啊 哎好好好 你忙你的 哎 哥 我跟你说啊 多抓几个毛贼 让老百姓啊 过一安生年 放心吧 你喝啥 哎呦 不不不不不 哎呀 哎呀 不要客气嘛 哎呀呀 不好意思 你看 我刚买了两瓶 哎呀 我自己喝了 你看这 这都不好意思 哎 客气了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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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哎 谢谢 谢谢 你跟他教授偏后的老婆 现在出去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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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师傅 怎么 你被吓死药 咱帮我这包呢 我包呢 师傅 这里边全是一队破纸啊 实际不可救了 马上通知他们 上路得点机后 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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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我这包是实的 我跟你讲 我不算花 你算我干什么 要不我给你一千块钱 你放了我吧 好吧 我给你一千块钱 那钱 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 追不追回来 也得活着 就是救着眼泪 也得吃到东西了 还能就不回来了 还能就此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 有人叫我海子 海子是个世人 我被自杀了 我才不会自顾自 去追他们短见 我得活给老人 孩子 活给你 你 这人呀 谁也不是为自己活的 你也不是就活给自己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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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没呢 还在城里呢 有事耽误一下 行司办点年货啥的 你跟爷爷奶奶说 没啥事 啊 这真的没啥事 这要是咱们这一片的事 让家里人知道 那可不得了 本来呀 可以给你们挂电话的 可是顾队长怕你们情绪太激动 发生意外 让我当面告诉你们消息 老哥老嫂 你们猜猜 能是什么消息呢 您在笑 说明是好消息 那钱 追回来了 猜中了 你今儿在这儿示范 我请客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赶紧背这个吉祥的名了 哪能不吉祥 我请客 哪哪哪哪哪哪 多小组 进出向老郭快乐 保持距离 不要暴露 走 人都抓起来 马上跟郭队联系 是 老郭 包围态势已经形成了 大家先不要动 老郭 靠近真诚 确保到其乐再动 咱们这次总共弄了七万多块钱 老规矩 我师傅分三分之一 剩下的钱全大家均分 那六万块钱的事我怎么不相信啊 都是老江湖能在那跟头 我就上了趟厕所 就这么会功夫 六万块钱没了 你说这话谁信呢 这也太够传奇了吧 江湖险恶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魏长荣这次马师前提 我认栽了 如果各位 要是不想继续跟我混的话 那咱们就散谎 走人 你们怎么给师傅这么说话 太不讲究了吧 怎么说 唱双簧呢 你俩也双簧呢 都有了 收网 折腾完了 你送他 警察 警察 停 走 我要立功 有个罐头要加入我们 我们没同意 他整个屁股 准备犯案的 老乡 拿着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我陪你把钱伸到银行卡里 我们没有卡 那就半张卡呗 行 行 行 诶 中奖了 2000万元 来 中奖了 2000万元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你 来 你看 2000万元 你看这个 2000万元 没有加大 这是牌子厂前对销 我经常买这个牌子 所以没想到今天最重了 我经常买 今天重了2000万元 我不定间去市内了 1000万元卖 500万元吧 500万元不行 这500万元吧 我都可以对的 就500万元吧 500万元不行 500万不行 就500万 就500万 快大了 就500万 快大了 500万 你是骗子 绝对是骗子 抓骗子 他呜 你干嘛呢 司机 快打骗子 从国安局 快点啊 大家快来抓骗子 他个子 干嘛呢 我满城台已经 差点被吓死我一回了 这回我不怕了 他的骗子 快来抓骗子 老哥 不行 各位 咱先把骗子 从国安局 有意见没 没有 爸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爹爹奶奶都急坏了 都到村口直往也直往 往往也去穿呢 喂 儿子 你爸在车上方官 你抓个骗子 你爸递疯了 啥事没有 你看这哪好意思 还让你们开车送 我们算了马上回去就行了呗 今天就送你们 咱队长要给你们吃饭吃饭 以为赶紧了 你先让人们 要不来给你们送赶紧 这回你在咱们村 可就成了英雄了 在警察的帮助下 曼春海和孙秀芳 终于可以高高兴兴拿钱回家 和家人过个团圆年了 那么这些骗子的行为 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这是一个发生在春运路上的故事 在故事中 以为长荣为首的犯罪集团 在农民工满春海和妻子面前 共同上演了一场闹剧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了农民工夫妇 辛苦打工一年挣来的血汗钱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 构成诈骗子 犯罪集团中的徐小伟 冒充警察小高招摇撞骗 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威胁 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应对徐小伟从重处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混迹于长途客运站的骗子 给魏长荣下迷药 置其昏迷 将魏长荣非法所得的6万元劫走 应以抢劫罪论处 纯运入门 时时刻刻都有故事在上远 每一份归家的心情都万分极其 但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并不平常 属于防战之时 第三只手就会伸向你 轻信麻痹之时 欺骗谎言就会靠近 贪图便宜之时 犯罪的鱼儿就会引用 让我们以善心热心爱心和责任心 共同大件事 平安温暖的回家之路 眼下正值农民工返乡的高峰 一些犯罪分子的目光盯上了他们口袋的钱 那么农民朋友应该怎样保护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财物呢 首先最好把钱贴身保管 以防被偷 其次不要随便食用陌生人给的食物和饮料 以防被弥倒后损失财产 还有就是不要亲信陌生人说的任何事情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无论骗子使用什么样的花招 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向邀钱 只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不管什么形式的骗局 都不会得逞 另外如果带回家的钱数额比较大 建议农民朋友还是通过银行邮局等渠道 把钱邮寄回家 春节到了 我们希望所有农民朋友在返乡的路上 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有更多的法律问题 请登陆法治编辑部官方网站 如果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本栏目主持人服装由浙江北京俄服饰赞助 解读法律解剖人生 我是王鑫 下期节目 再见 正月出发晚9点17分 法治编辑部 一份执着创业的热情 是咱全新郡的早饮最大的 一场有笑有泪的爱情 那个男人能善待的鸡藏子 这就叫假的好 一个共同致富的梦想 咱不能对不起相亲 近期关注正月出发晚9点17分 法治编辑部 喝碎清洗剧 早饭 正月出发晚9点17分 法治编辑部 一份执罗创业的热情 是咱全新郡的早饮最大的 一场有笑有泪的爱情 一场有笑有泪的爱情 那个男人能善待的鸡藏子 这就叫假的好 一个共同致富的梦想 咱不能对不起相亲 近期关注正月出发晚9点17分 法治编辑部 喝碎清洗剧 早远 勇炭 mbre 闻 谢谢大家